《大香港主義》 《大香港主義》 早安 《大香港主義》 《《抱大香港主義》的早安節目 來到第3節 那麼 剛才防彈 在checkroom 說 說他沒有收到續訂的E-mail 什麼續訂會有E-mail的? 我不知道的 不是自動續訂的嗎? 那你是說確認續訂的E-mail嗎? 還是什麼呢? 那你再貼一次好人經濟的Facebook Page 在checkroom那裡 麻煩你PM好人經濟的Facebook Page 這樣就... 我相信你應該已經... 因為你在checkroom問 我們解答不了你 因為我不懂的 而且我們的同事都沒有辦法聯絡到你的 那所以呢 麻煩你要... 麻煩你做多一重手足了 真是不好意思 那你也catchroom的留言 你catchroom了一個圖 接著發給迷之音 你現在catch 接著發給迷之音 說有位聽眾有這樣的狀況 你問他應該怎樣處理 因為我也不懂 鎮達也不懂 那所以呢... 麻煩你要留下一個查詢記錄給我們同事才知道 喂!我們開了第三節了 那麻煩大家... 在checkroom給點反應 看看有沒有人在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也可以繼續在課金巴上給反應 最開心的是看到課金巴 是正常運作的 有時候是不正常的 那今天正常運作就開心了 那這一節說什麼呢? 有反應嗎? 我在等大家的反應 好像沒有反應一樣 會不會真的沒有外出呢? 有可能的 有可能... 沒有外出的 PayPal 一向都是趙趙續訂的 這樣... 防彈文有沒有跟進 續訂... 續訂的email是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 防彈你去跟我們的同事溝通一下 這樣... 喂! 剛剛在說什麼? 不... 我們還沒開題目 喂! 有人說看到了 那我們就可以說一下 今節的題目是什麼 這樣... 今節的題目是什麼呢? 這樣... 這一節就... 假說我就在網上看到一宗 我覺得是假新聞的事情 為什麼我說是假新聞呢?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應該不存在 這樣的潮流 就是一個潮流 說是潮流 就說在日本興起 興起了一個潮流 那個潮流就叫做 無料庫業 無料庫業 那這個無料庫業呢 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說... 日本現在有些年輕人 他們興起了一件事 就叫做無料庫業 就是免費做庫業 什麼叫免費做庫業呢? 就是他們在公餘的時間 他首先說的 首先就是... 日本呢 有個... 媒體 就報導 有一個叫做 S的打工仔 叫做S 就是... S是什麼意思呢? S是... Stupid 還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叫S的人呢 他原本就在一間IT公司那裡 就做網絡營銷工作 但是他就想嘗試做一些 區域振興有關的工作 於是... 他就... 就去... 投身一個... 免費庫業的行列 什麼叫做免費庫業呢? 其實就是不收錢幫人做事 他就說一開始去找免費庫業的過程 就非常不順利 直到接觸到山梨縣地方政府的市條人員工作 工作內容主要為了提升當地的觀光客的數量 就去做一些...不知道...調查工作 但是就不會支付薪酬的 但是沒有支付薪酬 竟然也有上百人去應徵 那麼... 幸運的是... S最終成功入職 那麼跟他一起入職的還有三四個人 那麼他們無償工作了一年 那麼無償工作一年得到的回報是什麼呢? 就是... 除了學得相關的技能 還拓展了業內的人脈 那麼... 就為自己的職業生涯 多了一個出路 那麼... 也可以發展別的東西 那麼之後就... 就職了一些人脈 那麼跟著在宜蘭州之後就去做其他事情 那麼就說... 有一個報道就說 現在呢 當地的免費副業 就越來越受打工仔歡迎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假新聞來的 我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說... 免費副業會越來越受歡迎的 那麼... 雖然拿不到錢 但是盛在可以提供新進打工仔的市場價值 尤其是業界人脈 那麼於是就很多人都想去做了 那麼... 在受惠的族群呢 他就說到受惠 那麼... 受惠的族群呢 就除了是年輕人之外 就算是四十歲以上都可以的 這樣... 全都囊括了 那麼就說... 那麼... 雖然沒有錢 但是呢... 你可以學到技能 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麼於是... 就... 嘿! 這事就是... 嘿! 大家很值得去做的 還有很多人欠崩頭去做 就是義工 無償打工 就是義工或者幫忙 那麼 這件事呢 這個件事 我在日本這麼久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我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有什麼事情 我沒有見過有人來我們的咖啡店 就說我想無聊 我想無聊副業一效 我們都是什麼的 我們都聘請兼職的 都聘請很多兼職 我沒有見過有人走來說 其實我只是拿經驗而已 不用錢 給我每天喝兩杯咖啡 沒人走來上門 如果有的話 我們都會讓他做的 這個報道 就是在香港的一個 一個媒體 網媒 叫做Business Focus Business Focus 就出了一篇這樣的報道 我不知道資料在哪裡來 我不知道資料在哪裡來 但是重點就是 他出了Business Focus之後 就出了一宗這樣的事情之後 然後下面的留言 全部都是屌 全部都是屌的 那個留言就是說 根本就是商業騙局 絕對是傷害勞工的舉動 無法接受 不可認同 然後有些人就說 有沒有搞錯 訓練人員根本就是企業的責任 有什麼理由 那些人要無聊打工 自己訓練自己 然後有人就罵 本末倒置 阿Q精神 難道拿了薪金 就得不到經驗和人脈嗎 這樣子 然後有人就說 蟹老闆表示溫馨 你知道蟹老闆是什麼嗎? 蟹老闆就是海綿寶寶 那個蟹老闆 然後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對了 如果這樣算的話 翌日上班應該要付錢老闆 這個才是常態 這樣說 老闆是最適合的 然後又說 如果這樣算的話 下次要付學費 基本上一面左右 全部都是罵 全部都是罵 那麼 我再說 我覺得是假新聞 其實我不是真的覺得是假新聞 你說 在這個年代 最主要在這個年代 在這個年代 你說 會去跟別人 不收錢做事 然後 會成為一個年輕的風潮 這樣子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但是 我又可以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潮流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潮流 我覺得是催的 但是 你說這件事情合不合理呢? 我說經驗分享 我絕對有 我絕對有資格經驗分享 因為我試過免費打工一年多 我試過做過 我就是 我就是 那時候辭職離開TVB 然後 然後 我就去了 隨刻那裡量度 那我是 我不是只坐在那裡量度 我很多事情做的 我寫很多東西 我會寫很多的故事大綱 然後 讓他扔到這裡 拿資金 扔到那裡 然後幫他改很多稿 有時候幫忙剪一下片 那些 那 是沒有收錢的 是沒有收錢的 而 這是我的年代 其實不是 其實我的年代已經很少人會這樣 但是 其實 譬如 譬如 譬如現在鎮達 和 阿禮 阿禮就是另一個 就是 以前叫做聽眾 那樣 他們現在會在那裡 幫忙 在那裡 不是 他們不是幫忙 就是他們現在會在那裡 幫忙在那裡 在那裡 拍 拍 拍劇集的 這樣 鎮達都應該無聊工作 其實鎮達應該是應該無聊工作 我剛剛就想說 其實鎮達現在是有聊工作的嘛 他其實也很意思的 其實 譬如好像拍攝現場那樣 譬如拍攝現場呢 他們長時間都是站在那裡 現在做什麼 現在做什麼 那樣 譬如 Sunny Sunny 現在會來 拍在廣告公司 Sunny 每個星期都問我 這個星期拍廣告公司 可不可以來 那樣 我說你就是來 但是他來到 他也是 他來到 他也是很長時間的站在那裡 咦 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 譬如好像鎮達 這個年紀的人 他是習慣了別人叫他做什麼 他是 或者他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做事就是別人叫他做 我們不是的 或者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 不是我們 他們 而是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 應該這樣 人是應該自己去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的 不是別人告訴你你要做什麼 別人沒有說你 而事實上大部分人就是 不能夠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而拍攝現場就是這樣的環境 哪有時間告訴你 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 我已經做了 我還有時間去告訴你 你現在拿起這個東西 你現在就這樣拿去那裡 我拿走了 我自己拿走了 我自己拿走了 譬如有時候寫東西也是 有時候寫東西 譬如鎮達也會問我 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哪有空跟你說 有什麼要注意呢 你自己看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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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時候都會想叫他改 但有時候改幾次 最後我就叫他不用改 其實已經發生了幾次 改改改 有時候改了就改 改不到就我自己寫了它 因為我自己寫了它 是不需要 不需要有任何的 的 就是那件事情沒有負擔的 所以呢 譬如好像Business Focus 裡面的人就說 喂 培訓員工是企業的責任 大企業就有這樣的行為去做 譬如我以前一向都說過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說 TVB就是一個善堂的機構 它又有演員訓練班 又有編導訓練班 又有編劇訓練班 而那些訓練班是有糧出的 你去參加那些訓練班 只要去收你 你就有糧出 我覺得這件事不可思議 我覺得超級不可思議 根本就應該收人錢 根本就應該收人錢 而以前那個年代 不是所有的職級都是 譬如 如果你想 其實那個報道裡面寫的東西是對的 如果你想獲取人物 獲取技能的話 其實 免費打工是 以前是經常都會有的 譬如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誰是黎堅衛的 就是Winnefecht 現在已經是你們的另一個 generation的人了 就是在以前香港還有潮流這件事 現在香港沒有潮流的 在以前香港還有潮流這件事 那麼其中一個最 其中在90年代的潮流教主就是Winnefecht 那麼Winnefecht就開拓了這個 阿米巴 那麼後來在阿米巴出身的人 那麼跟著之後就衍生了很多的潮流雜誌的 一些後續的分支 就是他的徒子徒孫 那些徒子徒孫就包括什麼 包括初代的Don't Touch 跟著Milk 跟著後來出現的Jack 現在的美子 那麼其實全部都是私承Winnefecht 那麼Winnefecht是怎麼出身的呢 Winnefecht是怎麼出道的呢 Winnefecht就是幫人 Winnefecht就是 Winnefecht過身 Winnefecht是怎麼出身的呢 Winnefecht就是去幫雜誌免費寫專欄 Winnefecht就是批評地方 Winnefecht可以給他寫東西 那為什麼批評地方 他就是不停地去免費幫人寫東西 他不停地去幫 他幫雜誌寫免費稿 幫雜誌寫免費稿 他不是寫專欄稿的 寫免費線稿 就是總有些 村上春樹稱之為 鏟雪一樣的工作 什麼叫鏟雪的工作呢 就是沒有人想做 但是總要有人做 那麼 Winnefecht就自動請英 去幫人寫這些鏟雪稿 那就是這樣 於是因為你免費 因為你免費 你不收錢 所以你會認識到牌子 你會認識到雜誌 你會認識到編輯 然後你開始 然後慢慢就有寫稿的地方 好了 以前是會有的 以前是會有這些人的 不收錢幫人做事 我不收錢幫你做 幫你做 不要算了 這樣做了先 以前是有很多這些 尤其是在創作的行業 是經常都會有這些 所謂的無料打工 但是現在 就 我覺得這個是 我不覺得有這樣的風潮 就是說日本有這樣的風潮 我不覺得會有這樣的風潮 因為你不會讓人這樣做的 譬如有一個人 如果他走來跟我說 我不收錢 我想幫你做這套路 這樣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他 不過這樣的 其實在《二月時報》做主持 也是無料庫頁 來的 在《二月時報》做主持 就是了 或者在網紅界別 就是了 在YouTuber界別 就是了 但是你說在其他範疇上 譬如商業界別 如果有個人 譬如 我想 走去那間公司 說 我想做無料 譬如你想想到的 你想想到的 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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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些關於人事管理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新世界集團 不收錢去做他的HR 我覺得他不會讓你進去做 譬如他裡面的故事 他裡面的故事就是說 譬如你要在政府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旅遊發展的工作 他剛才說山梨縣 有些就是增加觀光客業務 那麼山梨縣政府 有個這樣 山梨縣政府自己做一個這樣的 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就說而已 山梨縣政府自己去開發這些 義工 那你就說有得去投考而已 但是你說無端端 你知道嗎 你走到一個政府部門 就說 喂 我幫你推動旅遊業 我不收你錢 那些這樣 我不覺得那個地方政府 會讓你做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 譬如 那些人一窩蜂 譬如那些 一看到business focus 那些 就在那裡吵 那些就是那些網民 那些就是香港網民 那些香港網民 一看到business focus 一出了這篇報道 就在那裡吵 就在那裡說 吵你啦 那就是剝削員工 不是呀 你放心吧 沒有這樣的機會 讓你剝削的 就是 那些有人脈 有技能 有資源 那些地方 你不給錢 就進去做 他不會讓你去做的 你知道嗎 難道就是說 喂 喂 我不收錢也可以 我就想看看 cheter的數據 是怎樣的 我 我就想看看 cheter的數據 又或者 喂 很簡單 你不收錢做 你不收錢 你不收錢 做Elon Musk 的助理 行不行 不收錢 很多人都不能收錢 很多人都不能收錢 對不對 很多人都不能收錢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讓你來做 為什麼要讓你來做 他不會讓你來的 所以大家不用這麼擔心 就是說 什麼東西無聊負業在剝削 你放心吧 沒有那麼多機會 可以剝削到你的 就是 他可以無聊負業剝削到你的 那些 無聊負業剝削到你的 就是 譬如 你自己分到的 你自己分到的 譬如有間公司跟你說 喂 你現在免費幫我派街招 累積一下人生經驗 那你 如果你這樣 你這樣給他剝削 如果你一個人這樣跟你說 我現在 給你一個機會 我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一個 給你在街上 派街招 擺街站 或者拿著牌 我想說 有份工作 我不知道給多少錢 那些人才會做 我想說 我家附近 不是 就是在大阪家附近 我大阪家附近 前一陣子 開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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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開了一個 開了一個 La La Port Outlet 然後 然後 他就 在我家外面的路口 就有個人 想著要發木牌 那個木牌就是 寫著 La La Port 然後有個箭嘴 在那裡 大熱天使 站在街上 開著 純粹開著 而且是指給馬路的車看 指給馬路的車看 你自己開著 然後舉著那個牌 然後我不停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不插牌在那裡 為什麼不動牌在那裡 當然是不行 我相信 我相信是法例不行 那些事情 就是好像 你在街上拿著牌 做人欲廣告牌 如果有人跟你說 喂 震達 你去做人欲廣告牌 你 錢是沒有的 但是給你機會 學會這個技能 那麼 如果你這樣也去做 你這個人就值得被人剝削 你天生是應該被人剝削的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勞動自力稅 其實你這些人是應該交自力稅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 是可以學習到技能 而你應該這樣去做 但是你沒有錢交自力稅 所以你用體力去交自力稅 沒有的 大哥 沒有的 那麼好了 有什麼 會讓你覺得 值得去做 譬如像剛才那個報道裡面說的那個 你離山縣地方政府 不是,山縣,對不起 山縣地方政府 那當然了 大哥 政府的人脈 你有政府的人脈 你有地方政府的人脈 那你想想想 有些相關部門的聯繫 那當然是有用的 那當然是有用的 有時候有什麼 拿到電話 有什麼時候幫忙 那當然是有用的 那當然是有用的 好了 你說不是 你說 喂,但是 問題就是 他不提供的offer 你也不能去做 是不是 你也不能去做 那你說 喂 你說 喂 譬如有一些 你可以接觸到 你可以接觸到 鄭志光 又或者你可以接觸到 李澤巨 喂 你幫領澤巨 你幫李澤巨 你幫李澤巨 譬如 喂 我就是 做清潔好 撒家 我做清潔好 撒家 有人跟你說 喂,那你幫忙洗衣服吧 你幫忙洗衣服吧 累積一下社會經驗 這樣 不收你錢 看看跟誰洗 是不是 你跟我洗衣服 你為什麼用社會經驗來做什麼 你跟李澤巨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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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很嚴重 好奇的跟你聊天 他就寫了一張紙 放在褲袋上 然後你跟李澤巨做了筆友 你不能罰嗎 你不能罰到混蛋嗎 對不對 那你 就是 你 那些 這種环境 這種工作 怎麼可以讓你義工這樣做 你說 出了這篇報道 即是有些網民 在這裡說 出了這篇報道 都會是幫商家說話 又或者甚至我這集節目出來 我這集節目出來 有些人都會說 你很糟糕 你也是把商家說話 讓他們就 騙了自己玩玩 蒙騙的打工仔 讓他們建立一種錯誤的價值觀 然後其實就是割韭菜 然後就想著剝削他們 欺壓他們 讓他們無償地讓你勞役 你放心吧 這些機會沒那麼多的 哪有那麼多這些事情啊 因為你想想 那些完全無用的 那些 bullshit job 或者勞動的工作 你不給他錢 哪有人肯做呢? 沒可能的嘛 但是你說 他的 point 就是 賺到人脈、技能 賺到人脈、技能的東西 有多少會肯讓你 這樣隨便來做呢? 但是給錢發現 給錢他會選擇嘛 給錢他會選擇嘛 而且給錢是一個 commitment 因為出了糧給你就是一個 commitment 有了 commitment 你收錢 你保持著收錢 你保持著收錢 而我也相信你是需要那份錢 其實出糧給人做事 除了是賣他的技能之外 其實就是看看誰等這份錢花的嘛 我看到你等這份錢花的 我知道你每個月需要這份糧 來應付你的生活開支 我對你才有一個信任在這裡嘛 我們大家才有一個聯繫嘛 才有一個聯結嘛 喂!你說你不等啊 你不等錢花的 你說我對錢也沒什麼所謂 那麼哪有 commitment 他多多少少少不是 多多少少少看一件事 多多少是一件事 但是他覺得有一個契約在裡面嘛 所以你說 會不會是鼓吹一些扭曲的價值 會使得很多人 結果就無償地被資本家剝削 那個機會就不是很大 大家就不用這麼擔心的 而且你有腦子嘛 如果我告訴你 在街上拿著牌子賺到人脈的話 那你也... 如果你這樣也相信的 如果你這樣也相信的 那你就應該要去做多一些這些事情了 OK? 喂! 我看看有沒有新課金 看看有沒有新課金 錄來看看 出門的人說其實做街站 都是無償的 但是為了相同理念 那些不同啦 那些不是... 那些嚴格來說不是工作嘛 那些是另一件事了 咦! 看看吧 節目即時課金總額是588元 每天早上都同時一樣 喂! 希望在最後一節之前會增加多一點吧 喂! 那我們還有一節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沒有阿菲 今天就到我夠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看看說什麼 看完節目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